哈喽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那今天台北股市看起来哇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好像整个大盘快崩盘似的 就是好像跌很多 可是实际上大盘只有小跌 二三十点而已 可是大家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整个大盘全资股并没有什么大跌啊 但是因为整个族群 整个盘面上我们看到的股票 都是跌一些什么被动元件 跌一些矽晶元 跌一些中环莱德 跌之前涨很多的一些标股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就觉得说 奇怪怎么好像大盘没什么跌 但是手中的股票好像跌很多 可是我们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一直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我们早上录影 就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美中贸易大战 这个只是一个假议题 其实到最后所有的贸易战 它还是会透过这个谈判桌来做一个解决 那贸易战只是为了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 而已 那我们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如果是有基本面的 有产业前景的 其实你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嘛 其实大盘下跌反而是一个好的机会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早上就有做一个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目前这个盘面上 好盘面上我们看一下这个 之前今天大盘最重要是来到这个支撑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好 这里好想看比较清楚 现在大盘来到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叫什么 就是季线跟半年线 这两条线大概落在10853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季线跟半年线的地方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了 今天有稍稍的往下跌破这个季线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半年线也在这里 所以很快就做一个拉伸 而且我们观察今天我们看这个台积电 看这个红海 包含看这个平盖股的大力光 其实表现都非常非常强劲 昨天是外资大卖 那群资股往下杀 那中小型股很强 今天刚好整个相反过来 今天是三王很强 但是中小型股却东倒西歪 不过到后来尾盘 大家发现说好像错杀了 其实这些中小型股也慢慢的往上做一个拉抬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大盘这个地方 它还是有一个前低 就是在这个10478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W底 这个W底的这个颈线的地方 约略是落在10661 10660 那10660这个地方 它也是大盘的一个年线位置之所在 所以这个地方支撑很多 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往下跌破的几率也不是太大 那美中贸易大战 其实两边各宣布说 我要克你5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 那克25% 那当然两边互不相让 那美国也警告中国说 如果你再提反制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克增更高金额的2000亿美元商品 那额外再加上10% 乍看之下好像很恐怖 可是实际上这个真的不需要太过去担心 因为中国这个地方 它不可能去让步的 因为如果让步的话 感觉上就对于会失去面子 也失去民心 那我们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 说实在这个贸易战到最后都还是会一个和平解决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悬谷的部分 悬谷部分我们之前是有提到这个4944的一个灶源 灶源它就是双题材 它有一个micro LED 国内唯一一家厂商就提供6寸抛光片的厂商 那另外一个就是5G上游的材料 这个绿波器的一个上游 通讯机板 所以我们买的地方是买在这个波段的起涨点的位置 所以当大盘在开始高低点震荡的时候 昨天是涨停板 今天又再创波段性高 所以像这样子的标的根本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因为它有题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我们发现一档个股 是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有赠送的一档股票 叫做4561的一个建村 其实建村它就是工具机之母 其实这个工具机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微电脑 另外一个是主轴 最贵的就是这个工具机里面的微电脑 它控制在机器 再来就是这个主轴 主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核心设备 好 那其实建村这家公司 其实它基本面很好 获利也很好 那不只是上营 不只是这个核大 不只是像这个军号 也都是它的客户嘛 那其实这档标的 它预估 预估今年的EPS 大概是赚三块钱左右 大概赚三块钱 其实一般来讲 工具机它的平均的本益比 大概是落在20倍到30倍之间 那我们估计它一年大概赚三块钱 那你大概就可以估出 它合理的价格在哪里 其实你看我们看今天它的这个线行来看 有没有它出现一个双锤打桩 我们这边有两支下影线 那而且在它6月11号正式上 从新贵转上贵之后 那这个地方42到44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有一个相当强劲的支撑 而且它刚从新贵转上贵 它就从这里开始当天大涨 然后波段涨到最高58.5 所以基本上像这样子好的标的 而且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这个最低点是落在41.3 我们用小风险去博大利润 如果跌破我们停顺就好了 那往上它就有一段的空间存在 而且我们从它的这个本业的获利预估来看 它未来的承担潜力其实是蛮大的 是蛮大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端午节所赠送的 好礼里面万众玄武的其中一档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面对国际股市 看起来是动荡不安 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那手上的持股 你就好好的去做个观察 你就透过这个技筹产销财 什么叫技筹产销财 就是技术面筹码面产业面 然后消息面跟财务面 来一一做一个检视 那当所有投资朋友出现一个非理性沙盘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去看这个基本面了 那也不看这个产业面了 也不更不用去看它的财务面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 你就要先观察这个技术面 跟这筹码面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优先 那你如果看到 假设你手上的股票 那你买的位置是比较贵的 你成本是比较高的 跟这个人家买的起涨点是不一样的 你这时候就会特别的担心 当大盘震荡的时候 你就容易会害怕 容易杀出去 所以你首先要先检视你的成本 如果你的成本是买的相对的比较高的 比较贵的 你就要立刻先做出场的动作 如果你的成本是买的比较低的 当然你不怕震荡 你就可以继续抱着 放着不理它 因为这个盘其实它离我们这个季线 离我们半年线支撑 其实都已经很靠近了 而且看起来也是有守住的状况 那我们从昨天美国股市看起来 其实科技类股也是相对比较强的 只有道琼是它跌的比较重 那跌比较重 其实也只跌1.1%左右 那我们看今天 我们收盘之后 这个美国电磁盘 其实也是做一个往上做一个拉抬 好 那我们选股部分 你就是要选有基本面 其实我们整个股民当家里面 我们这个家属成员里面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好股票 全部党党都是 因为我们持股已经不多了 我们持股就不到五党 而且每一党都是有基本面的标的 而且业绩是很好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这个就是说 大盘其实已经很靠近支撑了 你也不需要再做一个杀盘 因为你杀没益 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在早上一开盘 看到矽晶元 看到某些被动元件 包含它有并购题材的 有利多的 它都刷到点心板的时候 我相信这时候很多投资朋友 是非常非常恐慌的 但是当大家在恐慌的时候 我们反而就不需要那么害怕 因为大家在怕 大部分的人 他所做的动作 其实都是错的 只有少数的人 他做的才是对的 你不要跟大多数的人 站在同一边 你要逆向思考 反向思考 你看到这种情况 看到连这种有并购题材的 缺货涨价到2020年的 它都出现砂盘 当然人家是 这个就代表说 盘面上出现一个非理性的砂盘 所以当别人不理性的时候 我们更要理性 更要小心的去面对 所以我们看到 旁边上好像 我印象中好像是负顶 旁边打到点心板之后 又快速做一个拉抬 其实像MOSFI相关的概念 我其实蛮多的 也是呈现这种 就是V型反转的一个状态 好了 那各位投资朋友 手上的股票 就是尽量要做一个 太弱流强的动作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是没有基本面的 它是没有业绩的 那你至少要有题材吧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又没有题材 那没有未来的一个梦想的话 像这样子的股票 你就会立刻做砍出的动作 好 那我会建议各位投资朋友 在大盘不稳的时候 好好的检视手上的股票 那适当的拉高 手上的现金部位 这时候呢 当大盘跌下来的时候 好股坏股都往下掉 那你就应该在这个地方 好好的去选择好的股票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这个建村一样嘛 就是好股票被打下来 我们看到技术面上 确实有人去做一个承接 出现双锤打撞的动作 那我们就决定 用小风险博大利润嘛 那类似像这样子 好的讯息 好的消息 都放在我们LINE群组的主页里面 那我们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那持续的追究追踪哦 好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